7月17日 阿联酋联合酋长国国防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 宣布基于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的相关合作框架 两国空军正式开始举行猎鹰盾牌2024联合演习 阿联酋国防部在推文中称 此次演习目的是开展空中联合行动 交流经验 提升双方的作战效率 重点实施联合作战科目 提高参演部队战备水平 并优化利用各种能力以应对空中威胁 阿联酋国防部还在这条推文中附带了两张演习相关照片 包括双方人员装备在地面合影 照片显示中方参演机型有歼16歼10系 而阿联酋则出动了幻影29型战机 这也是近年来首次有外军装备的西方三代机 来我境内与我军进行联合训练活动 目前阿联酋空军拥有总共不到140架战斗机 约80架是美制艾服16翼 以及59架法制打索幻影2009 全部隶属于其西方空军司令部下属战斗机联队 其中艾服16编委第一沙星 第二沙星和第三沙星三支中队 幻影2009则编委第71 第76和第86三支战斗机中队 除第86中队在萨夫兰空军基地外 全部三支艾服16中队与两支幻影中队 全部部署在扎夫拉空军基地 阿联酋还在2021年12月签订了从法国购买针锋 F4的合同总计购买80架 目前尚未开始交付 我国方面则在稍早前的7月12日 公布了中阿空军联合训练的消息 当天下午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大校 在就社军问题发布消息时 有记者提问 关于中国与阿联酋两国 第二次空军联训猎鹰盾牌 2024空军联合训练 在新疆举行的情况 张小刚大校对此表示 中阿两国猎鹰盾牌 2024空军连续 正在进行中 参训部队官兵深入开展专业交流 切磋提升技战术能力 近年来 中阿两军在高层交往 连演联训 连员培训 专业交流等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军队将与阿方共同努力 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 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两军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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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不仅仅心意